各位朋友好 这里是小民之心 8月5日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11年来 第一次跌破了7.0心理大关 由此导致了全球的股市大跌 几个小时以后 川普发推文表示 中国将其货币价格降至历史最低点 这被称为货币操纵 美联储你在听啊 这是严重违规 川普当天下午再发推文说 人民币贬值更清晰的表明 关税不是美国人在付 而是中国给的 他批评中国货币操纵 获得了不公平的贸易利益 并表示 这种情况不会再继续下去了 当天美国的股市闭市之后 美国财政部突然正式宣布 将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 美中贸易战突然间全面升级为货币战和金融战 这是美国25年来第一次把中国列备货币操纵国 在中美贸易战最激烈的时候 川普政府的这个决定无疑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 中共央行在人民币汇率跌破期之后不到一个小时 就迅速做出了公开的说明 人民币贬值是受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操作 以及对中国加征关税预期的影响 并暗示 对人民币贬值 央行已经有所准备 并且已经获得了领导层的批准 央行发布消息之后 官方的媒体也及时跟进 按照中共的舆论 央行对于破期显得触变不惊 中共的媒体还借中国社科院的一位专家的话说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期不到一个小时之内 中国央行就在网站上发布了答记者问 这意味着央行对破期已经有所准备 人民币汇率在这个时间点破期 是央行有益而为之的举措 中美贸易摩擦显然是人民币破期的直接原因 这位专家真是给央行戴了一个很大的高帽子 这位专家还说 如果美国方面继续将贸易摩擦进行升级 那么不排除中国政府通过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在顺应市场压力之下进行贬值 来帮助出口企业对冲加税压力的可能性 显然中共当局这个宣传是针对国内民众的 他想让百姓知道中共当局成竹在胸 美国给我们增加关税 我们就让人民币贬值 中共当局最害怕的事情就是 让百姓认为中共当局已经支撑不住了 人民币的贬值已经无法控制 中共专家那种大言不惭的说法本来是想安抚国内的民众和企业家 人民币贬值是中共当局有意而为之 是在当局的控制之内 可是中共当局没有想到 川普却很快就对人民币破期做出了激烈的反应 而中共央行的说法更是受人以柄 当时他们表示 人民银行有经验 有信心 有能力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美国财政部据此以为 中共央行的声明等于公开承认 他们具有操纵汇率的丰富经验 并准备继续进行这种操作 俗话说 吹牛不上税 可是中共当局没有想到 他们每次吹牛都让川普给上了重税 前些年 在贸易战爆发之前 人民币一直沿着两个方向在变化 对内在不断的贬值 对外却一直在升值 人民币已经严重背离它的实际价值 这种奇怪的情况 也只有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才会发生 这完全是人为操纵的结果 中共操纵汇率早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只不过西方国家更关注的是 人民币对外的汇率 川普在首次总统竞选期间 就曾经公开的表示 中国应该被称为货币操纵国 但是直到今年8月5日 在川普就任总统以来发布的5份汇率报告中 美国财政部一直都没有给中国贴上 汇率操纵国这个标签 而只是宣称美国对于中国干预汇率的行为深感担忧 就在8月4日 也就是人民币汇率破期的一天前 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还提到了中共犯下的七宗罪 其中就有货币操纵罪 可以想象 事态突然发展到这个地步 在一天之内 就从贸易战迅速发展成为货币战 这是双方互信逐步丧失 而怀疑和怨恨却积累的越来越多的结果 用四个字来概括 那就是 积怨太深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中共还宣布 从8月3日以后 中国相关企业已暂停采购美国的农产品 这个措施肯定会让川普更加的恼怒 实际上 7这个数字本身并不具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为7.002 和汇率6.998的时候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但是 对于维持了十多年的汇率上限 突然被打破 这显然意味着 中共当局在政策上发生了转变 这无疑才是川普政府极为关注的关键所在 川普迅速做出了 中共操纵货币的这个判定 反映出 他对中共当局的言行 高度的敏感 而极端的警惕 事实上 在双方都充满了敌意的情况下 任何一个平时可能不太在意的小动作 都可能引起对方的强烈反应 甚至是过激反应 这显然容易放大对手的敌意 高估对手一些动作的危险程度 但是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 这件事情引起了川普如此激烈的反应 这其实是中共当局一再挑衅的结果 也是中共长期敌视美国 仇视美国的舆论宣传的必然结局 有分析指数 川普政府将中共认定为货币操纵国 很大程度上还只是象征性的 即便中共可能因此而面临制裁 也比不上川普政府目前已经对中共采取的贸易惩罚手段 从目前来看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川普政府可能只是警告中共当局 不要肆意妄为 将中共定为货币操纵国 完全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 因为美国一直都在担心 在新一轮的美中贸易战当中 中共会以货币汇率为武器 中共当局会利用人民币贬值 以便让出口变得更具有竞争力 这可能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扩大 当然也不能排除中共当局让人民币汇率破漆 这个动作是一次试探行为 他们想看一看美国政府的反应 想不到却遭到了川普的迎头痛击 尽管中共当局第二天就否认 是故意让人民币贬值来对美国进行报复 并宣称中国没有也不会将汇率作为工具 来应对贸易争端 可惜覆水难收 中共当局实在是得意的太早了 牛吹的太早了 美国纽约时报在8月5日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面对川普的新关税 中国能如何反击 这篇文章说 北京当前正在防止其货币贬值 而不是促使其货币贬值 如果中国官方放松了控制 人民币自然就会贬值 中国可能对汇率稍时放任 使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跌至逼近期 这个是个重要的心理关口 一旦超过这个关口 就会引起川普政府的注意 这篇文章还说 在9月之前 中国官方不大可能 针对川普的新关税 采取过多的报复举动 可以肯定 这篇文章是在8月5日之前 就已经完成了 显然 文章的作者没有想到 就在他文章发表的当天 人民币的汇率就跌破了7 并且就引起了川国政府的强烈反应 这篇文章的作者 低估了中共当局的愚蠢和狂妄 虽然货币贬值能够帮助企业 减缓关税惩罚对产品出口的冲击 但是反过来也一样 货币贬值将会增加进口产品的成本 像中国这样一个严重依赖进口能源 和进口粮食的国家 人民币贬值势必会导致百姓生活必需用品的价格迅速升高 比如粮食和副食品价格就会升高 这对底层民众的生活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总之货币贬值固然降低了出口企业的成本 但是就整个国家而言 这实际上是让全社会来分担出口企业的成本 甚至是让社会上最底层的民众来承担出口企业的成本 对于中共当局来说 让人民币贬值还有一个巨大的风险 那就是有可能导致投资者 对人民币未来贬值的预期更加的悲观 进而放大了人民币贬值的效果 促使外资加速的撤离 如此很可能会进入恶性循环 最终导致人民币彻底的崩溃 在美国政府宣布中共为货币操纵国之后 中共的媒体再次开始的舆论反击 最典型的就是环球时报发表的一篇社会院专家的评论 华盛顿下一步还要干什么 评论说 我们只是在一天时间内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发生了较大浮动 但是从国际上来讲 这种波动非常小 说不准哪一天又会浮动回原来的比率 汇率稍微动一下 美国就指责我们是汇率操纵国 这简直是无赖透顶 这位专家的意思是 人民币贬值是一个偶然现象 中共并没有打算用人民币贬值来对付美国 可是就在一天前 另一个社会院的专家刚刚说过 人民币汇率在这个时间点破期 是央行有益而为之的举措 短短的一天时间 两位社会院专家的表态截然对立 更滑稽的是 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终生的评论 标题是 大国岂能不负责任 这篇评论 不点名的指责川普 在不断的透支美国的国际信用 肆意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影响世界经济合作的大局 事实上 世界上最不想信用的恰恰就是中共当局 现在 关于人民币贬值的原因 外界有两个不同的判断 一个就是中共当局为了维持竞争优势 有意让人民币贬值 但是 也有不少人认为 市场的力量压迫人民币贬值 而中共当局的外汇储备 已经不足以再干预人民币的贬值 有报道说 2016年 人民币就面临过一次巨大的贬值压力 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一度达到了6.96 中共央行不得不动用天量数字的外汇 将汇率停在七元大关之前 毕竟 人民币贬值不是一个简单的金融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 它关系到了党国政权的稳定 关键问题还在于 党国滥发货币 早已是人人皆知的事情 人民币变成废纸的危险 大家并非没有意识到 并非不担心 一旦人们发现人民币开始出现贬值的苗头 很可能就会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乃至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共当局当然不希望外界认为 他们控制的外汇储备已经消耗殆尽 法广在今年6月 曾经介绍过法国网络财经媒体 《论坛报》6月3日的一篇文章 标题是中国在默默的颤抖 这篇文章写到 中国的所谓巨额外汇储备 不过是障眼的迷雾 中国实际的外汇储备 不足以既支持人民币汇率 又持续向国有企业输血 这篇文章认为 川普团队推出的关税壁垒 正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其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此前的预期 这自然影响到中国人继续获得美元 整个中国银行系统和金融系统 均因为美元储备枯竭而受到影响 因为与美元流入停滞相伴而行的 是资本的加速外流 这篇文章的结论是 人民币汇率最近表现出的稳定 只是一种假象 可以推断 这次人民币汇率突然破漆 这其中两种原因可能都存在 中共当局有意让人民币贬值 以便促进出口 但是外汇储备不足 肯定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美国有学者也认为 中共没有刻意弱化人民币 只是停止干预保持汇率坚挺 纽约时报的文章也认为 北京当前正在防止其货币贬值 而不是促进其货币贬值 如果中国官方放松控制 人民币自然就会贬值 可以说人民币汇率下跌 中共当局遭到了川普政府的痛打之后 确实有些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 让中共当局继续维持人民币的高价位 他们确实是有点力不从心的 至于美国政府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措施 那就取决于川普这场贸易战的目的 是出于经济利益还是政治考虑 就这点来说 川普在人民币汇率破漆的当天 就做出最强烈的反应 并把中共定为货币操纵国 这无疑是一项深谋远虑的重大决定 川普政府事先肯定已经做过仔细的分析和研判 甚至不排除 川普就是在借题发挥 非常滑稽的是 在美国政府做出了激烈反应之后 人民币的汇率迅速又回到了7以下 可见中共当局确实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可以想见 中共当局尽管在表面上抢作硬害 实际上还是非常的害怕 美国真的采取制裁措施 毕竟在国际金融领域 美国具有绝对的控制权 只是中共当局这次干预人民币汇率的举动 应该是非常的勉强 从长远来看 人民币贬值是一个必然的结局 而且人民币贬值并不一定会提升中国产品的竞争力 反而有可能从根本上打击中国 已经非常薄弱的生产力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美国方面实际上已经不再对谈判抱期待了 在川普再次对其余所有中国商品 加征关税之后 中共当局或许也已经放弃了谈判 贸易战何时结束 已经遥遥无期 这是他注意的是 针对川普的每一次重大升级行为 中共当局都明显的估计不足 甚至是完全出乎意料 这实际上反映出 中共整个的体制的无感和无能 尤其荒唐的是 中共集团的言行 严重的背离了他们自己的战略目标 中共当局和美国较量或者谈判的主要目标 就是要取消关税 那么中共的一切动作 包括外贸、外交、宣传 都要在这个基本战略的前提下进行 可是中共的这些机构 却偏偏摆出一副不在乎的模样 一再挑战美国、刺激美国 而每次挑战刺激的结果 就是让川普扩大关税范围 提升关税的幅度 惩罚中共当局 而每次中共当局都感到意外 过后又重复过去的错误 甚至更有底气 最终导致贸易战发展成为金融战和货币战 中共集团疯狂的结果 就是距离中共自己的基本目标越来越远 套用中共的一个说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么效果就是检验中共策略的唯一尺度 如果从中共集团的战略目标 和他们的言行所造成的效果来分析 我们只能认为 这个集团已经完全失去了基本的理性 具体来说 这一切的根源 就是中共的独裁者习近平 这些年 愚蠢狂妄的习近平 在国际场合之所以经常移植气势 靠的就是中国前些年积累的那点外汇储备 一旦贸易战升级到金融战 中共当局所生无几的那点外汇 是否可以应付这可能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中共外汇枯竭 一旦形势恶化 中国货币必将出现灾难性的贬值 我们越来越清楚的看到 丧失的理智的习近平当局 已经是穷途没落了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